干 太弄了 干农活长大 走一圈 可是我老觉得你们俩挑担子的这姿势就不对 到底是讲节奏 不能就是横 山路才那么小 你这样横的话 喊不到五十几米 你掉沟里了 要一边肩膀走对呀 只能拉一边肩膀走 多操华 不错 不错不错不错 马丁你要实在撑不住就放下吧 你这脸色都变坏了 那我就放下了 放下还不是那么好望 拿草帮提的 对 所以今天两位男嘉宾要不是 我们都不知道挑担子是这么难的一个事 我觉得 徐老师和马丁应该谈谈 刚刚你挑担的这什么感觉 早点盼着马丁少 我的最大感受是 就笑着挑几秒钟还行 走两步立马腰就有点受不了 这要在走山路 小道又湿滑的话 我们就回不来了 所以麦大姐 您平时挑的是什么东西呢 平时 拿下到山里面 那些大摇山里面 给那些村民啊 孤瓜老人啊 小孩啊的衣服 鞋子和生活用具 刚才那个短片说 您是27个孤瓜老人的孩子 您抚养了他们 对 对吗 对 这27个老人我相信都给您非亲非故 是的 是吧 但是又有又有多少几十个孩子 87个孩子 又有87个孩子是您抚养的 您这上下挑的这个担子都很沉啊 谢谢大家 那么 嗯